前景抓非法清到废土用空拍機拍下違法掩埋廢棄物的證據 偵辦過程發現有案外案黑去黑 主賢是這位身穿白霜衣的男子 他是麥寮香代會的主席韓青山 被遠景上銬移送地檢署 韓青山三連霸當選香代做了兩屆主席 經常出席公開活動 也曾陪同香長候選人登記參選 地方政治人脈廣卻和非法清到废土的案件扯上關係 出貨前在桃園機場被遠景當場逮捕 韓信祖賢出國之際 即使在桃園國際機場將韓賢居提到案 檢警調查韓青山涉嫌和他的三名扫地恐嚇威脅非法清到废土的廠商 要給他們每天6000到9000元不等的兆水 也就是保護費的意思 要是不給韓青山就恐嚇說要檢舉或傷害他們 還會率眾包圍土石方資源處置處理場 有率眾恐嚇這些非法業者的行為 認為韓信代表會主席等人涉嫌恐嚇取材 組織犯罪條例整隊險 將賣鳥代表會主席等事人申請羈押 檢警前往搜索嚴青山的住家和辦公室 共15個處所搜出長槍子彈60顆還有斧頭開山刀防彈遺憾 56萬多的新臺幣跟10萬多元的美金以及黃金35兩 檢察官認定韓青山涉嫌重大向法院申請羈押 但法官認為韓青山只有稅捐積針法和商業會計法的犯罪嫌疑 收保護費的部分不足以認定有直接參與 加上她是鄉代會主席逃亡一律少因此裁定20萬交保 但檢方認為交保適當將提起抗告 華視新聞甩羊綜穎吳建宏雲林報導